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20大党章修正案 19大已经修改过党章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地写入党章 但是即将要登场的20大却又再一次地宣告要修改党章 习近平究竟在追求什么呢 法广综合新岛日报报道 中共政治局称要把20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具体内容不详 分析指出 此次修改党章是要把习近平在党内君临天下的地位铁板钉钉 所谓重大理论观点 应该是要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章 以进一步地提升习近平的地位 两个确立就是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两个确立于去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在会后强调 两个确立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 又称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 还有分析认为十九大上习近平虽然成为继毛泽东 邓小平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中的领导人 但是未使用习近平思想 而是使用了一个冗长难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像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拼凑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二十大上可能会把上面那一个啰嗦的全称 变成习近平思想 那当然就意味着再生了一步和毛泽东思想完全并驾齐驱 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习近平手上受到了空前的折损 中国的经济在他手上也一步步倒退 他强行推行的心灵政策 也被指出只不过是让官员服从百姓屈从的政治工具 造成严重的次生灾难 因此习近平治国的能力受到了普遍的怀疑 但是习近平谋划长久执政 可说是深谋老孙 2017年把习思想写入党争 2018年突然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旗帜 为开辟第三任铺路 现在二十大临近 中共政治局刚刚宣布研究党章修正案 已被二十大通过 显然习近平为终身执政做了体制的准备 取消任旗帜 思想的准备把习思想写入党争 但是让观察人士疑惑的是 既然已经废除了任旗帜 也已经在十九大修改了党章 准备在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 还要在二十大修改党章 强化自己的地位 难道习近平对自己的地位 还缺乏百分百的把握吗 如果如上述的分析 要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章 就形同是坐实了这样的疑惑 也就是说 近十年来 以反腐的名义 清除党内 有可能阻碍他的势力的习近平 在废除了任气质之后 在把习思想写入党章之后 还需要确立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还需要确立习思想对全党的指导地位 给人造成的感觉是 习近平的地位 并不如某些分析人士所称的 那样强大且巩固 六四二十五周年时 历史学家于英时曾经指出 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 但到底会怎么样结束 谁也不敢说 在废除了任气质 废除了集体领导制之后 君临全党 被指已经将党天下 变成习天下的习近平 会不会有一种坐在火山上面的感觉 习近平及他统治的党 沉浸在习赢二十大的气氛中 中国到处却是大白横行 清零封城的恐怖场面 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经济倒退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 精英阶层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 正在向下扩散 向公众蔓延 如果习近平真的那么强大 还需要确立他的地位吗 而且还需要两个确立 有人指出习崇拜的毛泽东 从来也没有强调过要确立自己的地位 全党不是还要不断高呼万万岁吗 看来习近平政权远远没有固若金汤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12号开启为期一个月的会期 却因如何处置中俄严重侵奋人权的指控 差不多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法广报道 一名欧洲的外交官表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回应的方式 将会影响到他在未来数年 应对最严重情况的能力 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射来 8月31号在现任前发布拖延已久的新疆报告 警告中国可能犯下违反人道罪之后 中国正在面临密切的检视 这一份报告让联合国得已证实 维权人士和其他人对新疆一连串虐待行为的指控属实 这些人提到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名的维吾人和其他穆斯林早导拘留 报告中也暗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西方国家以及其盟国 如果未能在47个成员的理事会中通过一项决议 他们将对其影响保持警惕 受访的欧洲外交官指出 不作为是有代价的 但尝试作为但失败也是要付出代价 观察人士说 中国一直在幕后大力的游说各国 以便对任何举动先发指人 而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俄罗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稍早曾经下令对俄罗斯进军的 乌克兰的侵犯人权进行高规格的调查 但是人权理事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境内的虐行 人权团体已经敦促欧盟国家主导定定一项决议 任命一名被称为特别报告员的独立专家来进行调查 但是至今尚未做出任何的决定 在中俄两大国的恶行面前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却似乎毫无办法再度体现出联合国组织的弊端 2020年中印边境爆发严重冲突至今 两国仍持续对峙 不过近日中印两国的国防部透露 此事有了新的进展 德国之神报导 印度国防部在9月8号发表一份声明表示 印度和中国在哥格拉温泉边境地区的部队 已经开始通过协调计划的方式脱离接触 这有利于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则是表示 根据中印第16轮军长及会谈达成了共识 双方一线部队9月8号在加南达阪地区开始脱离接触 这有利于促进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今年7月份中印两军举行了第16轮军长及会谈 就解决边界时空线有关摩擦点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记者会上说 第16轮军长及会谈达成了四点共识 第一是坚持政治引领 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第二着眼把握大局 推动两国关系保持恢复势头 第三是有效管控分歧 在问题解决前要切实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第四保持沟通对话 尽快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印两国边境线上主要有三个关键摩擦点 德普桑班公湖以及哥格拉温泉 去年中印两军在西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现脱离基础 中印两国都在实际控制线的边境地区驻扎了数万兵力 并且部署了包括飞机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如今紧张局势终于能够进一步降温 中国国家航天局9月10号表示 计划未来十年进行三次的无人月球使命 以谋求在新的太空探索时代与美国竞争 此前一天中国国家航天局等宣布 中国通过嫦娥5号首次在月球发现性的矿物 并且命名为嫦娥10 中国近年来在太空领域进步神速 也因此挑起了中国与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态势 美国之音综合彭博报导 中美两国都在基于月球的矿物 而太空矿物开采 预计将会是两国未来紧张关系又一个来源 最近几个星期 在美国半个世纪以来重返月球使命的 阿尔托米斯计划一 太空发射系统被推迟发射之后 美中一直在互相批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 纳尔信指责中国偷盗美国的空间技术 中国还被批评制造大量的太空墨色 中国则是由官媒发表文章 指责美方展开登月计划 是在搞太空竞赛 并且称 美国太空总署遭逢巨大的压力 就太空领域对中国更行敌视 还称 中国准备进入载人登月计划 其实更吻合科学原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谴责美方抹黑中国正常 其理性的外太空事业 美方认为 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屠杀 威胁台湾 在全球进行网络间谍等等其他鬼祟活动 中方的太空活动很难不让美方警觉 也因此在贸易战 军事威吓等等领域之外 太空就成为了中美两大强权的最新角力场 香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 首宗不认罪的煽动刊物案在中秋节审结 德国之声综合报道指出 目前已经被取消注册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 被指发布三本内容涉嫌煽动的儿童绘本 绘本名称分别为 羊村守卫者 羊村十二勇士 以及羊村青岛夫 故事讲述羊村如何合力的对抗狼群威胁 被指是影射示威和中港矛盾 法庭本周早前裁定全部的被告 串谋刊印 发布 分发 展示 或复制 煽动性刊物罪程 最终 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 总会证 副主席 李氏 一共五人 被控串谋刊印 煽动刊物罪 法官郭伟健裁决指出 涉案的三本绘本 煽动意图 并非单单源自于文字 而是这些文字在儿童脑中 所产生的效果属于洗脑工程 因此被告们最终被判入院 19个月 但是部分被告在庭审间 亲自陈词 表明了无悔抉择 强调绘本的目的是要制止 制度暴力 28岁的杨逸逸 在犯人栏中读出陈词 他开手就如何形容此案表示道 与其说是审理席前五人 是否散布谣言 煽动行径 不如说是一个对于正确历史观的审判 他说道 历史没有所谓的绝对 例如文化大革命 即使全景朝野 也无法确保史观永远的正确 三本绘本 有否真诚反映香港的社会情绪 提切记录民间角度的历史观点 还是散布谣言 只有人心才能够审判 杨逸逸指出 如果国家安全 只等于执政集体的安全 而不尊重个体的自由 即使看似歌舞生平 也只是见机于恐惧的假象 他作戒时表示 故事里的羊和狼的角色 是可以互换的 选择做羊或者做狼 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所需要面临的抉择 他对自己的选择不感到后悔 表示自己没有后悔 站在羊的那一方 唯一后悔的是 来不及在被捕之前 出版更多的绘本 以及对绘本的指数更加执着 在法庭判后 被告的一名律师估计 如果扣除已经服刑的时间 这五个人可能会在31天之后出狱 而外界对此案也多有批评 现今澳洲的香港律师 前活动人士任建峰表示 判决太过严厉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因为出版一本儿童漫画书 而遭到任何的监禁 都是以严厉且荒谬的 更不用说最后判刑19个月 目前在英国流亡的活动人士 刘祖迪则是反对法官 有关于洗脑的言论 他直言 19个月的刑期 反映了香港司法制度的荒谬性 而五名言语治疗师 则是以顺章正义的方法 展现他们的勇气 以激怒香港下一代的关怀 是香港和北京当局 通过扭曲香港的教育系统 来给孩子们洗脑 而不是漫画书 以及言语治疗师